上一期中给大家做了 Guston回顾展云看展的内容 这次呢也想借这个机会 和大家一起深度探讨一下 Guston的作品 特别多人跟我说 他们非常欣赏Guston的作品 我记得你也跟我说过 你特别喜欢 那你觉得对你来说 你最喜欢他作品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是分为两点 首先在他作品中 他一直展示 他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他作品中一直在反战争 反恐怖主义追求和平 第二点就是 虽然他的作品有这种社会政治意义 但是并不是严肃地 让人难以接近的 反而是有很多卡通和漫画的元素 有一点搞笑的成分在的 我觉得 对 我觉得当时在展厅里面 看到有几幅画的时候 我甚至有点想笑的 尤其是他以3K党 那个尖帽子的形象 做了很多那种卡通人物 我觉得特别可爱 当时有一幅画让我记忆有心 就是1970年画的那幅Done 然后在画面当中呢 是画了两个尖帽子小人 一边抽雪茄 一边公路旅行的情景 当时我就觉得如果 我不熟悉3K党 或者说没有读过美国历史 我可能完全没有办法把 这幅画里面的情景 跟3K党犯下的罪过联系在一起 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对 但我觉得这是这种可爱和无辜 才更加凸显了他们的邪恶 给观众一种更强烈的心理震撼 对 这一点确实是没错的 以及我觉得可能 刚刚可爱这个词 用在这里确实是不太合适 因为在这种看似的可爱背后 其实Gustin的灵感来源 全部都是历史上大规模的暴力 或者杀戮事件 像我刚刚说的那幅Done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在车的后备箱里面 其实是有一些腿 一些脚伸出来的 那部分其实也是看着 有点搞笑 就画风有点辛普森的感觉 但其实 他的原型取自于Holocaust 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 当时Gustin在查阅资料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幕 让他久久无法忘怀 就是犹太人在被杀戮之后 有的时候会被进行分尸 然后他们的鞋会被脱下来 放到一堆里 然后他们的躯干 像胳膊啊腿啊 会放在另外一堆里 这个其实是这一幕的来源 说出来真的特别惊悚 对 你说到这里 我就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而且你知道吗 Gustin哥哥 其实也是因为车祸身亡的 所以这幅画梁中 真的承载了太多的悲伤 和凄凉的情感了 我觉得 而且他跟外观上 看起来的快乐的road trip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天呐 我还真的不知道 他哥哥是这样过世的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 Gustin作品当中 其实也经常出现 开车这个元素吧 以及我觉得 他卡通画的这种画法呀 其实可能是他个人用来 处理和应对 自己悲伤也好 恐惧也好 这些情绪的一种方式吧 我觉得画画对Gustin本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东西 虽然很多人在讨论 他的作品的时候 会提及到 他作品背后的社会意义 社会价值 我觉得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我觉得 他可能自己在画画的时候 他不会去说 刻意地去为了社会意义 而去画画 他只是说 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直面 这些大规模的社会问题也好 社会悲剧也好 所以他会把这些惨状 以一种戏谑 甚至轻描淡写 让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 把它们画出来 对 他的作品确实是很私人化的 我觉得这一点很多机构在策展时都忽略了 对 Tate Modern在这一点上面也有点欠缺 对 而且Gustin一生中画过很多自画像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幅就是 他把自己描绘在肩帽子背后 手拿着雪茄在画画 有一种 像是一种自我反思的感觉吧 或者说是 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公正和邪恶的关系 与其说他的作品是在让人们反思社会上的种种不公 尤其是种族问题 他更多是想通过画画来治愈自己 以此来应对这些问题 对 而且我觉得治愈自己这种意图在他晚期作品当中 反而是变得更加明显了 因为他晚期作品当中 我们能看到一个大幅度的对于元素的简化 像肩帽子呀 雪茄呀 这些开车呀 这些乱七八糟的元素都不复存在了 他晚期只画一个题材 就是自画像 他自己或者说妻子全坐在被子后面 所以说他的创作重心呢 其实是完全移到了自己身上 在后期的时候 对 我也发现他在晚期的作品中 对于创作意图的表达是更加直接的 而且他是把作品当作一种释放的工具 尤其体现在作品中蜷缩的这个姿势 而且我们知道蜷缩是我们在面临恐惧时的一种 心理和生理上的本能反应吧 而且我当时记得一幅画叫Couple in Bed 那幅画当时对我震撼特别大 你记得吗 那幅画我印象也特别深刻 这幅画我记得是创作于他的妻子穆萨德中风的时候 大概是1977年创作的 在画面中 戈斯文把自己描绘成双腿蜷缩在被子里 手紧握着画笔抱着妻子 对 当时紧握这个动作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 感觉特别多的感情张力在里面 对 而且我觉得紧握着画笔 感觉像是一种他对于艺术的执着吧 而抱着妻子是一种他对于家庭和心理关系的真实 对 你刚刚提到了关于自我感情的释放 我觉得这个概念呢 也确实是Guston时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像你看在早期的作品当中 其实他的强调还是在讲故事 还是在创造一个叙事 无论画面怎么变化 或者说无论他的事件多大幅度是基于历史 虽然他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解读 但是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态度 或者说自己对于这些历史事件的反应 直接暴露给观众 反而是有一点点想让观众去猜的那种感觉 但是到了晚期呢 所有的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直接了 他画的就就是自己全坐在被子后面 像你刚刚也提到 他就是一种反应本身 所以他就是把这种自己的恐惧 然后自己的感情和反应完全不加修饰的 放在画面里面展现给观众 对 而且前两天我看了 美国National Gallery of Art策展人Harry Cooper 有一个关于Gutton的讲座 他在其中提到了一个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说其实我们应该把Gutton实践理解为 他在探究了Capacity of Painting 而且他认为Gutton其实是把画布当成了一个容器 在一个个容器中装满了物体历史创伤悲剧 等他一生中所承载的东西 所以他的作品真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叙事吧 对 我同意 而且我觉得你提到容器这一点 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但我也突然想到 当时我们在看展的时候 大概在展览中间吧 也就是Gutton生涯中期的时候 他的作品就只会去画 随机挑选的一些物品 但是他这些物品呢 他不会以任何顺序或者形式 放在画面中 而是让它们就随机的漂浮在整个Canvas上面 我觉得当时确实给我一种 好像他把画面看成是一个容器 然后他在填满这个容器 但是在晚期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也讨论到 关于自我情感的一些释放 对于元素的一些简化 所以更多的可能晚期 它是在清空和释放这个容器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要用一两句话 来总结Guston的实践的话 我可能会强调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画画这个东西 对他来说是治愈自己创伤的一种 非常私人的途径吧 第二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其实也在探索和实验 绘画作为一种媒介的能力 也就是你刚刚提到的capacity 和绘画这种媒介能够承担的一些 社会责任